本地今年至今共发生了四起工作场所 高处坠落致命意外 其中一半是来自建筑业 另外两起发生在制造和娱乐领域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为帮助建筑 制造和海事领域等高风险行业 预防高处坠落的问题发生 人力部今年9月展开了执法行动 向约250家公司进行约300次的计查 结果发出了4个停工令和9万1千元的罚款 数据显示 本地过去10年的工作场所 高处坠落致命事故显著减少 从2009年的24起下降到了去年的8起 不过高处坠落依然是造成工伤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建筑业风险最高 再来是海事和制造业 人力部接下来将继续展开执法行动 当局计划在明年2月进行第二轮的计查行动